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匡敬登基后 把柴宗迅降风魏正王 迁到西宫居住 也就是监禁起来了 更名英宗朱祁镇在南宫是一个道理 这时柴宗迅才八岁 还是个需要人照顾的孩子 留在皇宫里 也就没有被人利用的机会 后周朝以节度使李云 威德军节度使李仲信等人先后反叛 但都被赵匡敬一一平定 宋朝的局势得到稳固 北宋建农三年962年 赵匡敬把正王柴宗迅留放到了房州 在那里就专人看管 柴宗迅只有池碎 仍然是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孩子 也是一个容易被人摆布的对象 作为前朝皇帝 很多人都认为赵匡敬会杀掉柴宗迅 因为房州这个地方 历史上悄悄借刀杀人的就是 还是有不少的 但赵匡敬还是公开表示 自己会善待包括柴宗迅在内的柴家人 不仅不会杀他 赐给丹叔铁卷 也不会让地方官员去虐待他 赵匡敬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 他不能忍受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 在做好北方对契丹和北汉的防御措施后 积极出兵攻打南方的割据政权 京南 湖南 后蜀等政权先后被平定 北宋开保二年969年12月 赵匡敬想起了九居房州的郑王柴宗迅 他认为太子钟允新文迅 是个年长有德行的人 能够对柴宗迅施加良好的影响和教导 就把新文迅派去知房州市 柴宗迅此时已经17岁 按照古代的标准已经是一个成年人 确实需要得到更好的教育 不过 新文迅又是何许人影呢 岳士军认为 新文迅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赵匡敬又年时的启蒙老师 但是 赵匡敬即位后召见新文迅 把他任命为太子钟允 叛太俯赐 也就是说 新文迅既是赵匡敬的老师 又在他手下做了九年多的大臣 赵匡敬自然非常清楚 新文迅的能力何为人 他把新文迅派去房州做父母官 也是对柴宗迅的一种特殊保护 接着 赵匡敬又用一年多的时间攻略了南汉政权 并且积极准备对付南唐 北宋开保六年973年3月 正亡柴宗迅在房州去世 消息传到京师 赵匡敬很被碰 柴宗迅死是21岁 正是一个人最风华正茂的时候 就这么走了 确实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赵匡敬对此很重视 他患上素服为柴宗迅发胎 宣布停止世朝十天 还下赵匡敬有私 把柴宗迅葬在父亲后 周世宗柴蓉清岭的附近 取名叫顺岭 给柴宗迅上的是号为公帝 同年十月 赵匡敬将后周公帝柴宗迅下葬到顺岭 当天没有世仇 已是哀思 也许有人会说 赵匡敬这是猫枯耗子 柴宗迅就是他害死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典型 但月使均认为 柴宗迅被赵匡敬杀的 可能性很小 一是柴宗迅退位后 继续生活了十三年 而且还生下了柴永齐等五个儿子 如果要杀根本不可能是这个待遇 二是柴宗迅死后 他的家人都好好的活着 甚至到了南宋还一直过得不错 三是赵匡立治国有放 宋朝局势稳定 没有杀柴宗迅的必要 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遇上赵匡敬 越是军决的 也是柴宗迅这个王国小皇帝最大的幸运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